各位小朋友,今天老师要教你们的是直视减法 那因为老师看到上次的加法呢,很多小朋友用直视的 所以这次的减法呢,老师也用直视的来教 OK,我们先看这一个,我们这个是各位,这个是食味 那我们会先看各位数 那各位数的3能减9吗? 你看我们的3能关掉9只吗? 不能,所以我们就要减1加10,还记得吗? 那我们加10的,我们这一个3就要收进口袋里面 那我们就拿这个10减9,所以10减掉9 生1,口袋里有3,3的加1是4 所以我们就这边写4 那1减1还有东西吗? 1,吃掉1个,还有东西吗? 没有,所以我们这边不用写0的,前面不用写0,明白吗?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各位10位 OK,我们看 那各位呢,5能减7吗? 5我们能关掉7个吗? 不能,所以我们就要减1加10 那还记得老师教过你们,如果加10 我们这边就要把它收进口袋里面 所以我们拿10减7 10减掉7个,我们还有3个对不对? 口袋有5,6,7,8 所以我们这边写8 那2,我们刚才戒掉1个了 所以我们2,我们要减1,再减1 有东西吗? 没有 所以我们这边也是0 要写吗? 不用写 就这样子就好了 明白吗? 那这一个呢 8减9,能减吗? 不能,一样 减1加10 然后把8圈起来 就是圈起来就是记得要收进口袋了 所以10减9 10减掉9 然后8 我们口袋有8 8加1 加手指的1是 达到9 那1减1 1减掉1 吃掉1 所以没有东西 就是0 所以要写吗? 不要 前面的0就不要写 记得哈 OK 2能不能减0? 2能不能减0? 你看0就是不用减东西 没有吃掉 所以2减0 还是拿到 2 OK 那3 减掉1 减1就是吃掉一个 所以生 2 所以我们就写2 明白吗? OK 那这一边 5 能不能减7呢? 5能不能吃掉7个? 5能不能关7个? 不能 所以我们就要减1 加10 那加10的我们就要把这个圈起来 收进口袋 10减7 所以10 我们关掉7个 我们关掉7个 然后pocket有5吗? 5 6 7 8 所以我们这边就写8 你要跟在他这边啊 我们写这边 8 那1减1 有东西吗? 1 吃掉一个 有东西吗? 没有 没有 所以0在前面要写吗? 不要 OK 那这一个呢 4能不能减9? 不能 我们就要减1 加10 然后把4收进口袋里 10减9 10减掉9个 剩1个吗? 对不对? 然后pocket有4 4了到5 所以我们这边写5 1减1等你? 0就是没有东西 所以我们就拿到5而已 OK 那这一个 5能不能减0? 5 妈咪给你5粒糖 你把它全部收进pocket 没有吃 所以就是 还是一样有5个 那1减1 就没有东西了咯 1减1 就是0 0就是不用写的 因为它在前面不用写 明白吗? 这一个 5能减6吗? 不能 我们就要减1 减1 加10 那拿10 那拿10? 我们拿10 减6 把5圈起来 所以10 减掉6 然后pocket有5 5了 6 7 8 9 所以这边是9 所以这边是9 2 减掉上面的1 再减下面的1 我们有东西吗? 没有 所以0是不用写的 前面的0不用写 OK 3减2 我们手笔3 能不能减2? 能 怎么就关1个 2个 3 1个 所以我们这边写1 3 减1 减1 我们就拿到2 所以答案就是21 OK 这一个 6能不能减5? 6 我们减5 我们升1个 所以我们这边写1 2减1 我们手笔2 减掉1 我们拿到1 所以我们这边写1 容易吗? 0能不能减7? 0空空了 不能减7 我们这边就减1 加10 OK 加10 这边pocket都空了 所以不用圈起来 不用收东西 再pocket了 我们这边拿10 减掉7 我们就有 123 所以我们就写3 那3 减掉1 我们减1 要记得减1 再减下面的1 再减1 我们拿到1 所以我们就写1 OK 0 能不能减8? 不能 所以我们就要 减1 加10 那这边 我们有东西要收进pocket吗? 没有 没有 所以我们不要 理他 不用圈 我们拿10 减8 手笔10 减掉8个 我们生 2 所以我们就写2 那2 减掉1 我们拿到1 所以我们就写1 在这边 就完成了 OK 小朋友 老师会给你们一些洗衣题 希望你们都可以用心的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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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